比方說他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他可以在身體癱瘓的病人身上 透過獨取他的運動腦區的訊號 讓這個病人呢可以用他大腦中的訊號去控制一個機械手臂 抓取一個這個啤酒瓶來喝啤酒 歡迎回到善歌聊天室 我是代班主持人葛如君 今天的來賓是謝伯讓副教授 我們先請這個副教授跟大家問聲好 寶博士好大家好 副教授這個謝伯讓博士是我的偶像 這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的副教授 腦與意識實驗室的主任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心理與腦科學系的博士 曾於麻省理工學院 也是大家在電影裡頭看到最多天才的地方之一 這個擔任這個腦與認知科學系的這個博士後研究員 也承認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醫學院助理教授 這一集呢我們想要來聊一聊這個駭客任務的系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電影 我想多數的觀眾朋友們也許也都曾經看過 這麼多年以後回過頭來去看呢 會發現電影的世界裡頭 有非常多關於未來跟虛擬世界的想像跟塑造 可能是許多的人呢在這個電影的世界裡頭 所看見的聽見的對元宇宙的想像最早的一個啟蒙 在這個影片裡頭呢一開始有一個叫尼歐 也就是尼歐尼歐的這個人呢去公司上班 那個時候呢他還被稱作湯瑪斯安德森 湯瑪斯安德森 鏡頭呢給了公司大樓外觀一個特寫 牆面上大大的寫著一個公司的名稱叫做Meta Cortex 我想觀眾朋友一定對Meta已經不太陌生了啦 不過呢這個Cortex就很有趣了 這個Cortex這個詞呢其實是大腦皮質的意思 今天就想要來請教一下這個專家 我們講說Cortex都只是一個對我們這些小白來說只是一個名詞而已 但實際上能不能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個大腦皮質是什麼組織 Meta Cortex這個說是小彩蛋啦或是一個小幽默啦 他是不是有一些什麼字面上的意思 那組合起來這個超越大腦皮質又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意涵 Cortex那中文是大腦皮質 那他其實是我們大腦在演化中的時候 比較晚出現的一個一個結構 那大腦皮質其實又分成兩部分的一個叫做Allo Cortex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成是異元皮質 就是異是這個異型的異不一樣的這個異 那包括像海馬回跟記憶有關的 那像一個嗅覺有關的是比較 就是雖然他是大腦皮質也有比較早跟比較晚 那比較早出來就是像是Allo Cortex 那還有一部分叫Neo Cortex 新皮質 那Neo剛好就是同一個地方 真的 我不知道是一個巧合 那新皮質就是我們大家比較常聽要聽見的 包括像四大腦葉 比方說後面叫枕葉枕頭的枕 那前面叫額葉額頭的額 還有頂葉跟捏葉 那這四大腦葉都是所謂的新大腦皮質 那他負責了大部分的知覺 感覺 認知這些高階的認知能力 那比方說整葉就是視覺 捏葉聽覺 那額葉是跟像執行控制這些有關 那頂葉就是注意力整合有關 那所以基本上呢 Cortex就是在處理比較高階的 不管是知覺運動 認知這些認知能力的一個腦區 好那Meta Cortex 我是不曉得當時他們的意思是什麼 那在這個電影裡面 我猜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人類自以為 我們最厲害的器官就是大腦 那大腦掌控了一切 可是Meta Cortex就表示 它是在大腦皮質之上的 或是超越大腦皮質 就是說你自以為你大腦掌控了一切 可是我這個Meta Cortex比你更厲害 我操控你的大腦 我才可能是這個意思 有可能是說我們的Cortex解讀了 說塑造了我們的認知 那如果有一個東西可以Meta 覆蓋在它旗上 或者是它可能超越了它 它說不定可以創造出 被它掌控的真實 所以大腦皮質其實控制人類的感知 意識思考 甚至是記憶力和語言能力 可以說是我們自隨為人最重要的部分 這一段在Meta Cortex上班的經歷 可能暗示著我們 男主角的Anderson 可能要打破規範 不再當人類了 不做這個受到母體去控制的 這樣的一個人 將要成為帶領人類走向自由的救世主 One O-N-E剛好也是N-E-O 這個主角名字的一個逆寫 另外一位引導的 Nio成為救世主的領路人 名字也非常有趣 叫Morpheus 他的名字也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Morpheus是希臘神話當中的 睡眠與夢境之神的名字 他作為最後的領路人 似乎也意味著由他打破夢境般的現實 但是在進入現實之前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畫面 就是有一個人戴著墨鏡 雙手攤出來 有兩個藥丸在上面 一個是紅藥丸 一個是藍色的藥丸 吞下紅色的藥丸 就可以獲知真相 吞下藍色的藥丸 就可以接受被創造的Meta Reality 回去睡覺去做過這個想像中的人類的生活 請教一下謝教授 這個藥丸測驗有什麼意涵 確實有人說 你既然是都已經要把這個人當救世主了 你為什麼還要選呢 你如果讓他選了 萬一他選了回去睡覺 那就不用救世了 這是什麼樣的意思 我猜裡面可能有兩層的意涵 一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在西方的文化裡面很喜歡探討自由意志這個概念 通常我們會認為說 當你以自由的意志去選擇 去做出一個決定之後 你會百分之百投入 因為這是你自己做的決定 你會認為你在掌控一切 所以當你做完選擇之後 你會愛你所選 所以你就會去不斷的投入 會真的投入 如果你是被動做選擇的話 那可能他的主動成分就非常的低 他就不會那麼投入的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第一層的意涵可能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他是在 引誘你用自由意志來做出一個決定 當你做出自由意志的決定之後 你就會投入 好那第二個意涵 是很多可能 對這個電影有興趣的人 通常會討論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這個紅藍藥丸的選擇 有可能是這個系統 這個電腦系統 他刻意做出來的一個 我們要稱為是除草機制 有一點像釣魚信件 對沒錯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些所謂的Outlier 這些所謂的覺醒者 他對這個系統來說 其實是一個不穩定的因子 那我身為一個電腦系統 我當然要把所有的不穩定的因子 排除出去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個藥丸 那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發現你可能是一個潛藏的 一個叛變者 那我讓你做選擇 如果你選了藍色藥丸 乖乖回去那就算了 因為表示你不敢跟我對抗 那如果你選了紅色藥丸 我這個系統機制會把你拉出來 標記起來 那在電影裡面 他們就會拉到錫安城去 那這個時候 你既然已經脫離了 或是半脫離的這個系統 我這個系統反而可以更精準的掌握 你現在的行蹤 知道你在做什麼 那當你這個錫安城 出現了一大堆的這些叛逃者的時候 我最後就給你一網打盡 這其實非常合理 因為很多的企業裡面 都這個資安部門都會定期發這個釣魚信件 學校可能也有 就是說 這個為了知道誰是比較容易點擊那個詐騙郵件 或者是那個有病毒的附檔 他就是定時會發送一些很像這個詐騙信件 但實際上是資安部門發出來的 如果誰點了就知道誰是我們公司裡面比較容易被騙了 這蠻合理的 有點除草機制的意思 那Nio選擇獲知的真相 吞下了紅色藥丸從屋體當中醒來 醒來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也是非常經典的畫面 突然起來 然後從一個年年的一個培養槽當中去蘇醒 全身還插了很多供給營養的這個管子 那脫離這個培養槽以後 Nio在現實當中的身體變得非常的虛弱 被Morpheus的這個團隊拯救 調養了好長一段時間 看到這裡我就想起 似乎有不少跟基因改良 或者是所謂的clone 就是所謂的複製人 有關的這個影視題材或遊戲動漫 都喜歡刻畫這種培養槽 培養敏的這種鏡頭 想請問一下謝教授 鐵書人類不談的話 目前有動物可以在類似的培養槽 去存活或成長一段時間嗎 或者甚至是動物的器官 可能是更誇張一點一個動物的大腦 是可以活在一個這樣子的攻擊它養分 可是它卻活著的嗎 這個概念我連問問題都不知道該怎麼問 所以請教授給我們一點指引 就我所知目前沒有這樣的技術 那主要是因為以大腦來說 不管任何器官來說 就是你要維持一個器官的存活 或是運作的時候 它需要消耗大量的血液裡面的養分跟氧氣 那以我們目前的科技來說 我們無法做到這樣的一個供給系統 那可是有一些是比較低階的技術 相對來說也是在做這件事 比方說葉克膜 那或是比方說像洗腎 就是你把你的血液 那這個移到外面來 然後經過一些疏患 然後再弄回去 那這個所以我們有一些低階的方式可以做 可是像電影小說中這種高階的設備 整個培養品 然後可以供給你所有的養分養氣 目前還做不到 就低階的維生可能可以 但是這樣子的維生 是不是符合我們對於這種所謂的 有體驗的活著的這樣子的一個定義 可能還有點不一樣 那我想駭客任務當中有一個元素 觀眾朋友也一定是印象深刻 就是說現實世界中的人們 要進入母體的話 要在後腦打一個專門的洞 有一個這個知名的遊戲公司 叫做Valve 他的很多遊戲在開始的時候 後面就有一個男生 後面有一個這個有點像水栓的東西 好像栓打開後面 可能就有一個洞會通往我們的大腦 然後透過這個洞就可以插入專用的連接器 再有一旁的人 來打開對應的程式連線來登入 到底是別人登入我 還是我的大腦去登入這個系統 還不知道 當年覺得很炫 哇這什麼黑科技 人家說腦洞大開 還真的開了一個腦洞這樣 不過近幾年 腦機介面似乎真的要來打一個腦洞了 那之前呢 Elon Musk馬斯克也展示過 所謂的腦機Neuralink的這個demo 去給豬跟猴子來玩遊戲 那這些豬跟猴子也都裝了這個所謂的腦機 我記得沒錯的話 大概是8公里乘以大概1到2公分的一個小洞 那想要請教授跟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是腦機介面呢 好腦機介面 我們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類型 那一種是輸入型 就是你透過一些裝置 你輸入一些資訊去刺激大腦 OK 給大腦一些訊息 那這是輸入型 那還有一種呢 是讀取型 就是你可以去讀取腦中的資訊 然後把它轉譯出來 那這兩種 這兩種技術呢 在Elon Musk的這個技術出來之前 其實已經相對算是成熟了 那只是還沒有那麼先進 那比方說在這個輸入型的介面 我們最常知道就是比方說像帕金森氏症 那帕金森氏症是在大腦中有個區域 叫黑質的地方出了問題 它的神經細胞無法正常運作 所以呢現在我們有個技術是 你可以在這裡植入一個深度刺激的裝置 你可以透過電流植入一個小電極 透過電流去刺激這個腦區 讓它分泌更多的痘巴胺 那就可以相對去治 就是讓這個 讓這個帕金森氏症的病徵 稍微減緩一點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現有的一個機學技術了 所以它是一個輸入型的腦機介面 那讀取型的其實也在馬斯克之前就有蠻多 比方說舉個例子 像加州理工有一位教授叫Richard Anderson 有點像 名字有點像 那他就做了長期的這種腦機介面試驗 他就是做讀取型的 那比方說他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 他可以在身體癱瘓的病人身上 透過讀取他的運動腦區的訊號 讓這個病人呢 可以用他大腦中的訊號去控制一個機械手臂 抓取一個這個啤酒瓶來喝啤酒 所以這個讀取的技術也有人在做 而且目前也在實用中 那幫觀眾朋友問一下 這兩種都有可能要鑽洞嗎 還是有的可能不用 但有的也都要這樣子 好那基本上需要 那深入型的就是直入型 比方說直入這個巴金森氏症的這個黑直區 你當然一定要鑽洞 因為他是在大腦深處 那讀取型的也是需要 因為他必須在腦殼上挖個洞 在你的運動提直區 讀取他的神經訊號 所以都是要鑽洞 這個訊號要很乾淨 這個越純粹越乾淨 可能越精準 所以能夠直接access到你的大腦 可能是最好的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腦機介面 以及劇情當中 人類遭到機器的禁錮 意識被關在母體裡面 又毫無知覺的狀態 這讓我聯想到一個名詞 叫統中之腦 Brain a jar 統中之腦是由知名的哲學家 希拉蕊-懷特哈爾普特南 這個名稱有點長 我就不念英文了 他所提出的 他假設如果科學家把大腦 從人的身體當中取出來 放進營養液裡面 去維持一個所謂的活性 然後再給大腦接上各種電流的訊號 甚至進一步的讓它去跟超級電腦去連結 我們現在用電腦都還要用滑鼠 要用鍵盤 可是我們如果能用大腦可以直接去用電腦 那我們的大腦有可能就可以跟電腦結合起來 由超級電腦去製造虛擬情境 傳遞生物的電流反饋給大腦 我們的大腦也可以去操控這個想像中的世界 那麼這個統中之腦究竟能不能知道自己生活在這個統中的世界 也就是他生活在這個這個虛擬的世界當中 這其實就好比駭客任務當中人類的情況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想請教一下謝教授 我們真的有可能保存或者製造出這樣的一個生物腦 他會不會有所謂的自我意識 那這個跟剛剛我們講過的這個器官有點像 就是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套系統可以讓一個器官 不管是大腦或是心臟或是肝臟讓它長時間的維持 或是長時間的保持這個正當的養分 那這個是做不到的 那可是呢有一些新的技術開始慢慢往這個發展 但是它是從另外一個方式去做的 就是說現在我們知道有人類有幹細胞 那各種形式的幹細胞 比如說有神經幹細胞有肝臟幹細胞 那我們現在的生物科學家他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幹細胞拿出來放在培養裡面培養它 那這個幹細胞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會發展 那比方說你如果是用神經幹細胞去培養的話 它會長出我們把英文叫Organoid 那中文應該翻譯叫類器官 就是如果是神經幹細胞你去培養的話 它就會長出像大腦結構般的一個小小的器官 那所以看起來呢 這一個技術是慢慢往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方向發展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培養的方式培養出一個具體而為 或是小小的一個神經系統 然後透過這個神經系統就可以做一些測試跟計算 然後看看它有沒有可能真的像人腦一樣可以在培養名裡面做出跟人腦類似的反應 那我們既然提到這部電影呢就可能會想到這個所謂的培養名裡面的這個生物電的功能 因為這個電影裡頭這個是電腦或AI把人困在這個培養裡面 不是只是讓人可以在裡面打遊戲 其實是要利用它的電能來建立跟維繫這個電腦的世界 那我們既然提到這件事我們就要來幫海科人物來闢謠 就是一個流傳很久的謬誤 在電影第二集當中的Morpheus跟Neal講了這個機器奴役人類的故事 這個提到過去人類與機器的戰爭造成地球上的天空永遠都籠罩著一層濃厚 而且會吸收光源的奈米金屬機器人 導致地表無法接受到太陽的照射 於是過去以太陽能為主要動力的機器人選擇圈養戰敗的人類 去建立人類的這個一個牧場的這個概念 用人類的生物能量生物電能來發電 來提供這個能量讓電腦世界可以運作下去 這段話其實造成當時很多觀眾的誤解 覺得這段不太符合物理學的定律 不過後來有再推出一部這個 《駭客人物力體動畫特輯》當中 清楚交代了這段話的原意 是用這些人類的生物電去作為啟動核能的基礎電力 有點像我們的電腦主機板上面有一顆小小水銀電池 不是用那個水銀電池來啟動整台電腦 而是說當他做這個不停開機的動作 或者是做一些基礎的電力 人類提供的只是發電前的電力 而不是全數的電力都來自人類的發電 說到這邊我們就想要問一下謝教授 說人類的生物電是什麼運作的 一個正常人需要產生多少單位的生物電來維持運作 雖然這個博士算是腦與意識 所以要有意識就要有腦 也要腦也要有電 所以可能也可以來問一下博士 好 我們可以大致上來幫大家算一下 就是一般人來說我們每天吃進來的熱量是2000大卡 那如果你換算成焦耳就是乘以應該是4184 換算成焦耳 然後再除以每天的秒數就是24乘60乘60 那這個所有的焦耳除以這個秒數就是我們的耗電量 那基本上大概是100瓦左右 好100瓦就是相當於100瓦的燈泡 你就是一天在那邊點著 他耗電量就這麼大 那比較有趣的是說大腦其實用掉蠻多的能量的 大概20%的能量會被我們的大腦用掉 所以相對來說比例很大 因為大腦大概只佔我們的體重大概2% 可能2到5左右 那可是他用掉了20%的能量 那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說一個成人 每天消耗的能量大概100瓦 好那這裡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在這個電影裡面用人體來發電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實際 因為我們大部分進來的這100瓦 我們很多的能量都用來維持我們身體的熱能 因為我們是恆溫動物 我們必須要保持身體的一個恆溫 那大部分的能量用在這個上面 那其他能量可能就用在你的大腦 在操控你的身體動作等等 所以能夠額外剩下來的能量 能夠被取用的不多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就是至少以我目前來看 我們沒有任何的技術可以擷取這個額外的能量 那當然電影裡面可能有他自己特殊的技術可以擷取 那可是就我自己的計算來看 就算可以擷取他的能量能夠擷取的也不多 那甚至比起我們傳統的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的這個轉換率可能還是傳統的更好 那所以我認為說在未來應該還是 自己和融合技術會是獲取能量的最大一個方式 那生物電可能是比較 轉換效率比較差的一個方式 那我想我平常也很喜歡這個 元宇宙的相關議題 那我們一開始有提到 駭客任務可能也是大眾最早接觸到 元宇宙的這個概念 那當中我不少反向的假設 想要藉著這個機會來跟教授請教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天產生這個長時間沉浸式的元宇宙設備 可以擬真到像統中之腦那樣無法分辨現實與虛擬 那會不會人類就長時間待在裡面不想出來 沉浸在扮演這個比較美好世界裡頭的這個角色 那等到他下線以後會不會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身份之間 產生了矛盾與衝突 進而形成類似多重人格障礙的症狀 這種所謂的意識在未來我們可能有更多的沉浸式的角色 甚至是透過電流刺激或模擬的方式 去讓我產生一個非常類似真實的一個假象 這會不會其實對人類大腦產生一個 就有點像是不可以跨越的那條線 我們好像扮演了這個創造真實的這個全能的這個神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的角色也好 有可能會破壞掉人的這個本來認知的這個均衡 甚至是產生這個所謂的一些有障礙的症狀 好 那這個問題很有趣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分幾個角度來試圖分析看看 第一個角度是我其實比較樂觀一點 我認為說即使再怎麼沉浸式的VR體驗 它最終還是得出來 因為我們有生理上的限制 你必須吃東西 你必須上廁所 甚至你必須睡覺 所以你在生理上有一些限制性強迫你非要出來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我會覺得沉浸式應該不至於沉浸到你永遠無法出來這個地步 那只要你有生理上的限制你就必須出來 那你就必須把這個虛擬跟現實做出一個區隔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所謂的多重人格障礙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問題 因為不管是在醫學界跟科學界 目前對這個多重人格障礙都有很大的質疑的聲音 就是我們可能在電影上看過 比方說24個比例 或是這種多重人格的變態殺人魔等等 那這個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是少到非常少 那你去問現在職業的精神科醫師可能沒有幾位遇過 那另外就是這個現象 我記得在幾年前哈佛大學的一個心理學家做過一個測試 就到底有沒有多重人格這件事情 那他就做了一個測試 那說假設你有多重人格的話 那如果我問你另外一個 就是假設我現在是一個多重人格者 那假設我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寶博士 一個是謝伯讓 那照理來說 如果我現在的身份是謝伯讓 那你如果問我寶博士的東西 我是不會知道的 因為人格他的記憶會驅離 所以這個心理學家很聰明 他做了一件事情 那我就刻意問我另外一個身份的一些事情 然後看看你的反應時間有沒有差異 結果他發現你這個同一套問題去問不同的人格 他反應時間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差異 所以看起來好像這個姿勢是共享的 所以沒有所謂什麼人格差異的問題 好總之他就做了一些系列的實驗測試 發現說多重人格好像站不住腳 沒有真正的實驗可以證實 好所以回到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假設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在澄清式體驗裡面你終究得出來 而且也沒有所謂多重人格的問題 那我會覺得其實不用太擔心所謂的精神分裂 然後產生這種無法適應的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人類的適應性其實是蠻強的 我們會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反映出展現出不同的面向 可是我們還是有一個完整的一個自我的概念 了解這部分我也是蠻樂觀的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宅人我自己也是 平常不太會講話 但是從聊天室裡面講話就突然變得特別活潑 我也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年輕人現在年輕人很多在IG Facebook抖音 都還有這個大帳小帳中帳 還有情侶帳還有父母帳 就是不同的帳號給不同的人看 他們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也許是OK的 在駭客任務裡頭 人類要學習新的知識可以藉由腦機介面 來輸入這個知識 直接傳輸 並且可以在額外架設的場景當中 還可以去做練習 Morpheus當時就是透過這種辦法 來教會你有所謂的武術 想請問一下謝教授 我想可能進了我們前面有很多學生 或者是也想要在工作上有成長的人 在現實生活當中有沒有類似這種 可以藉由機器進入夢境 或者透過您剛好提到一些 輸出輸入的方法 透過外部的方式來提高學習效率 甚至輸入一些知識去刺激我的腦區 讓我的腦區產生 已經學會了之後的那個結構跟成果 這種聽起來非常科幻 躺著就能學的未來 有沒有可能達到 好這個也是好問題 那我們一樣分幾個面向來看 因為能不能學要涉及它的知識的型態 我們才知道能不能學 比方說如果你要在虛擬世界 學習一些視覺上的知識 聽覺上的知識 我覺得這是完全可行的 你就在虛擬世界裡面看東西 聽東西就可以學了 那可是如果你要在虛擬世界裡面 學的是一些體感上的知識 可能相對來說比較難 那因為有很多的所謂動作上的記憶 必須是你要真的動身體才能去做的 那這個東西你就無法在虛擬世界裡面 透過看或是聽來學到 你可能真的要真的動起來 那不過也有補救的方法 比方說我們可以不用VR 而用像是AR 那你在真實世界裡面透過一些 增加的一些虛擬的物件 比方說虛擬的教練 跟你做真實的互動 那你還是用真實的身體在訓練 所以這個就做得到 那所以說我們要看知識的型態 才能知道他能不能夠學 那至於說能不能夠直接把電流輸入到 不是資訊上傳一個檔案的這種感覺 直接打到你的大腦 目前沒有這種技術 那我個人來說 我會覺得可能程度非常的高 因為很多的學習 我們是所謂的embodied cognition 就是你必須要透過體現來學習的 那你又透過體現 你才能夠正確的去連結神經細胞 而且神經細胞是根據你的刺激 來改變它的連結 那你無法說直接下一個指令 然後就把這個連結直接改變掉 那所以這個是比較難的 那可是有一個類似的議題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躺著學 有一個最近蠻特別的一個研究主題叫 睡夢學習 那這個事件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在過去50年我們一度認為睡眠中的學習是不可能的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1956年 美國蘭德公司 他就想要知道到底人有沒有辦法在睡夢中學習 他就做了一個實驗就發現做不到 那所以過去50年大家就放棄了 科學已經做不到 可是最近也有一些反骨的科學家說不相信 說真的不行嗎 我再來試試看 所以就發現了有一些特殊的東西似乎是可以學的 那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比方說有一群科學家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他讓你學習在螢幕上記憶各種物件的位置 比方說火車可能在螢幕的左上角 就是每次有火車就出現在左上角 每次有貓咪就出現在右下角 每次有鑰匙就是在中間 幾十個物件讓你去寄 那寄的時候 他在這個實驗室裡面放了一個玫瑰花的香氣 你在做記憶的時候 好那寄完之後讓你去睡覺 寄完之後去睡覺 那睡覺的時候 他在你睡夢中的時候 重新弄出這個玫瑰花的香氣讓你聞 等於是在你睡夢中的時候 誘發這個情境的這個刺激 讓你看看有沒有辦法 就讓你幫助你去回想剛剛 或是回想去複習剛剛寄過的東西 對 結果發現這一群人起來之後 他的記憶表現比另外一群 就是對照組 對照組就是睡夢中 我們就不給他回覆相會 表現更好 你這不早講 我太太今天考試 我過去這個禮拜應該要每天 讀書的時候聞同一種東西 睡覺也聞同一個東西 這太合理了 這有一種增強的效果 對就是等於在你睡夢中的時候 透過一些刺激讓你去複習 你已經學過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 重新沉浸在那個學習的過程 而你的那個腦區 在發光的那些腦區 可能也會被點亮起來一點點這樣 OK 這個真的是太令人期待了 雖然我們可能沒有一個檔案 可以直接上傳到大腦 但如果呢 學習同樣的等量的知識 所需要的時間跟力氣 可以再稍微少耗損一點 我想大家的學習效果 跟成長也都會變得更好 那也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也謝謝教授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有趣的知識 跟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們一起向觀眾朋友說聲 拜拜 下方訂閱按鍵 開啟右側小鈴鐺 也記得要分享影片 讓親朋好友一起掌握 最多元的科技話題 別忘記按讚粉絲團 還有追蹤台機 然後加入善科的LINE社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